最深入的药性 现在只能给各位同学这个药性比较粗浅的轮廓 因为有些药性你讲的多了 其实在学习上现阶段没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这个 讲了如果没有一个实际的有意义的例子在那边帮忙的话 可能同学听了就会又忘掉了 所以有一些比如说生姜用一斤的意义在哪里 生姜在一个方济里面用八两的意义在哪里 或者生姜在一个方济里面用六两 用三两或者只用二两的意义在哪里 那这些东西可能都要以后 等到我们方济的部分教的比较多了 再一一从这些不同的方济 治疗不同的病症的角度来观察这个药 所以现在介绍这些药味呢 都只是给同学一个比较概略的轮廓 知道它的使用范围而已 那这个 这个课啊 基本上我们是会教的很慢 我曾经在那个礼拜四的基础班的同学那边 我在讲说其实交商含论 我一开始就是多多少少有一个设定 我的设定就是希望说 我的课堂不太需要学生有多用功 就是同样的话 贵枝汤症是什么 麻黄汤症是什么 今天讲了 下次讲到麻黄汤症 又会跟同学讲说 还记不记得贵枝汤症是什么啊 有什么大家来讲一遍 就是会不断的在课堂上陪伴你复习 就是用这样子慢慢的方法 让同学能够比较熟悉商含论的条文跟逻辑 等于是这个课堂教的慢 其实有一部分的功能是在陪伴同学记忆这些东西 就是比较是一个让大家慢慢进入这个状况 要熟悉这个状况 所以呢 这个课堂 因为设定是这样子 所以我不会教的很快 甚至可以这样说吧 我自己教书的速度啊 其实就是我自己读商含论学的最享受的速度 我不太觉得说太冲锋的教法会很舒服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标准 因为我觉得一旦你教的比较快的话 其实同学回家就要相当用功 才能追上这个速度 那所以我课堂嘛 就是放的慢慢的 但是呢 同学如果在这个听着课觉得教的真的是太慢了啊 就是哪一天才能够读完啊 遥遥无期啊 那就是我倒是觉得说 我大概课堂就是这个配速 如果你需要更快的教法的话 那就不一定适合来这个课堂啊 我是说真的 因为我自己是蛮希望能够这个课在比较早期的地方 就能够有一些同学啊 能够就是如果要离开的话就要早一点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觉得学一个东西 我们花了时间 花了金钱 要不然就是把它学好 要不然就根本不要学 如果我们这一个三四年的课 你上了一年两年 然后再把它放下 那其实你也没有学到它 可是呢 这中间的时间也花下去了 精力也花下去了 其实很浪费的 所以同学 为了自己的这个节省自己的生命这件事 就是要不然双寒润就是好好的学 要不然的话就一开始就不要学 这是我的真心话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 从前我们是一起学中医的 然后后来呢 我呀跟助教什么就继续这个读书会一直继续下去 然后呢 他就好像比较没有进入状况 那我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人一直说他对中医有兴趣 可是不管我们再聊中医什么 他好像感觉都没有 没有跟我们像同一国的人 后来跟他花了一些时间沟通 我就说 你要不要干脆承认 你对中医其实没什么爱 这样比较简单 那他就会说 其实中医很好啊 我现在生病都吃中药啊 然后这样子啊 就是我对中医很有好感的啊 很OK啊 可是我刚才我都跟他讲说 可是如果你要享受很OK的中医 你只要知道那些医得很好的名医在哪里 在哪里 你去到人家客户就好了啊 你可以享受别人的中医啊 你可以不要自己学啊 那他听了之后 就是沉默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还是几天 然后跟我讲说 嗯我终于决定了 我不要再继续爱中医了 然后从此的话就很认真的 学习他的英文 然后学习别的东西 然后就人生一样很丰富哦 然后他认识一些很会看病的朋友 这样子的话有病就来拿一下药 就很方便你知道吗 就当你知道 彭义俊在哪里 什么黄成义在哪里的时候 真的你不学也不太有关系嘛 对不对 就不一定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嘛 这个水管也可以交给专业去修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是觉得 中医这个东西 各位同学在这个课 第一段课啊 下下礼拜结束 因为下礼拜我们放中秋假嘛 那在第一段课要结束之前啊 同学真的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到底要不要继续在这样的学习环境待下去 因为伤寒论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很龟毛的书 然后一直到一次都要照他的说法 然后学起来没有什么自由的感觉啊 就是查书然后开谣就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什么黑话 也没有什么大道理跟人家讲 就是这样子很单纯的一个学门 那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读这部书 但是那只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嗜好 绝不是说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嗜好 一定就要一样哦 这个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觉得读双寒论的感觉啊 比较像是什么呢 有一个我很外行的领域的例子 但是我一直觉得那个例子比较像 就是我听说啊 就是有人在打太极拳 你听过 有同学听过太极拳这个功夫吧 那太极拳要打的话 当然就是会练一个拳架子 对不对 就还有一个基本的拳套这样子练 那其实我们练太极拳的拳套的目的 并不一定是在于说这个拳套里面的哪一招 哪一事我可以拿来当敌人的什么招数 并不是要用这个拳套去跟别人打架的 而是在练这个拳套的过程里面 这个人他身体能够练松 气能够沉降 能够收敛到骨髓 到最后会练出一种东西 叫做太极拳 这样就可以把人家轻轻一摸就打飞掉了 最后打赢别人的东西是那个太极拳 而不是这个拳套的某一招某一事 这是我听说的 因为我没有练过 但是像这种武林故事 对我来讲我觉得毒伤寒论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毒伤寒论这个六经辩证 贵枝汤症 葛根汤症 麻黄汤症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我们所遇到这些感冒 其实说真的 我们现在感冒 也没几个人会死了 对不对 就是感冒来了 就照着书上的方法开药 然后呢 就感 然后把自己的感冒医好 如果一开始还不熟练 开得不好 可能你感冒一次两次之后 你就会医得比较顺手了 那从这个感冒 小感冒呢 医得不顺手到顺手的过程 其实就是金方派的打拳套 那在这个打拳套的这个过程之中呢 日子久了 可能两年 可能三年 你身体里面就会长出一种 可以称之为艺术的东西 那那个东西开始因为你打基本拳套 长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铁药要加哪个东西 减哪个东西 我就都很清楚了 这个就是在医感冒里面累积出来的经验 会变成我们这个真正医术的血肉的一部分 而很多经验 其实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子在课堂上面 挑出来跟你讲说 这是一个什么道理 都解释给你听 其实并不需要有太多的解释 因为从前提到说 提到过像日本人的金方家 根本不谈并极的 对不对 而这个说法 这个事情其实也就是啊 一个会讲英国话的英国人 他并不明白什么叫英文文法 一个会讲日本话的日本人 也不明白什么叫日文文法 对不对 我们外国人学中文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中文是有文法的 可是我们在讲中文的时候 并不会知道中文有什么文法 所以商寒论 当你在实际生活中 拿它来对待你生活中的 这些流行的感冒的时候 渐渐渐进你就会变成能够有那个金方派的语言能力的一个人 那么那个时候你就会 虽然不明白中文的文法 也能够讲中文 那就是你从基本全套练出了你要的功力了 这个才是金方派的实际上在掌功夫的一个方式 而我觉得读过的许多医书里面 真的就是商寒论最掌功力 你好好的读它 然后在很基础的地方用它 你的各个层面的医书都会有确实的成长 这是一个大约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因为它运用商寒论是这么一个属于基本全套类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啊 同学问一些问题 我在回答某些答案的时候 我会很清楚的觉得 那个答案不能够帮助对方的医书好起来 事实上关于商寒论的很多问题 那个答案对人的医书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实际上掌功力的最重要的部分不在那个地方 那也就是中国有一个成语啊 叫做得心应手 有没有人听过 那这个得心应手这个成语呢 是出自于庄子这本书 那这个成语是传到今天已经传反调了 庄子那个书里面原来讲这件事 是讲说有一个老匠人 他很会叼轮胎 他一出手就能够把那个轮胎刻得很圆很圆 可是他的孩子没有办法继承他的这个技术 那不管他讲的再正确 道理上再好 没有炼成的人就是没有炼成 所以庄子在那边强调一件事 他强调说得于手而应于心 不是得心应手 是你先在实际的使用他的功夫上面 练到都没有出错都完美了 那个时候你的心里面就得到那个东西了 这个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体用的问题 就是照着伤寒论的方法 可以开要就好像打太子拳的拳套 那打拳套打到功力够了 终于有一天你会有那种功夫出来 所以伤寒论这部书 很多伤寒方使用的很好的人 他们其实并不一定需要太过度的理解 相反的是实际上把它使用到元首 就是这个中国人的功夫啊 都是要先练到 练到的那一天 你就会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 这包括我在另外的课堂教的庄子课 我都觉得庄子这本书 你千万不要去读懂它 你要去练懂它 他说的每一招每一次 你都照着练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他在讲什么 否则用读的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伤寒论也是一样的 这是需要去慢慢的实践 而且要给自己时间 我们现在学东西 往往这不是在批评同学 而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价值下面 我们其实学东西的习惯 都是学习打考卷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直会有一个 很微妙的习惯 就是事情有一个答案它就好 所以在学中医的时候 好像很急切的要知道一个什么道理 或者怎样一个理论 能够填补我们心里面的那个 要有一个答案的感觉 可是真正的金方派医术啊 或者是中国任何的义道 其实都是要练出来的 不是理解来的 所以这个课程呢 就是带同学打基本的拳套 那将来是不是能够练成了 那还是要看同学自己 因为我自己在观察一些 就是各个领域 说是什么样的人 能够比较容易练成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当然心里面有很多答案了 但是其中一个答案是 这个人呢 他的矛盾越少 越容易练成一样东西 而一个人的矛盾多或者少 这个问题 绝不是这个课程能够帮得到你的 如果同学是一个 人格结构上面矛盾很多的人 那基本上是不能练成任何东西的啦 所以就不用太迷信 说什么金方派是好派啊 说某某老师教的好 其实教书也教了这些年了 到最后都会觉得 一切学习的练成的责任 其实掌握在学生手上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就课还是教 但是同学 尽量还是要清楚地为自己做出选择 这个没有什么说 教得比较好 你就会比较容易练成 不是的 中国历代啊 金方使用的很好的人 都是拿着一本《伤寒论》就上战场了 然后十年后 二十年后就变成金方大家了 其实几乎是他们也得不到什么注解本的帮助的啦 说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注解本也不一定很有用 等到待会教完这三维要我来给你们看点注解本 就知道注解本真的是垃圾哦 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主要就是拿着原点 然后照着用 从这些安全的不会出事的方开始用 那我陪你们读的话 大概只是告诉大家说这些辩证点哪些需要注意的 怎么样会吃死人 就是把那些危险的状况说一下这样子啊 但是对于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啊 因为很多东西像中医这种比较算是一个修 修益道的过程 那我都觉得关系到学生的人格的部分太大了 以至于当个老师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就是在我来讲啊 我觉得我常常会觉得我对学生没有什么用处 那这个干姜这味药啊 现在来讲这个神农本草经 讲伊地十五页干姜这味药 那这个地方啊 他讲说他的卫星温 那姜都是比较温热的对不对 然后吃起来辣辣的 那这个干姜 他说治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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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了一大堆之后 后面又讲了一句话 叫做生者有良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 历代在住这个神农本草经的这个研究者啊 就说到底第一句到哪里是讲干姜 然后到底后面是哪里哪里哪里是生的比较好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那我这边有在那个止血跟出汗之间打一个分号啊 就是基本上大家历代的住家可能会指向说 无论如何 要出汗这件事情好像是生姜比较会 干姜比较不会 那止血这件事情保证是干姜会生姜不会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里让都分水里 可是呢后面的那个 肠屁下力啊 就是感觉肠屁就是肠胃到积了太多冷水 以至于会拉肚子 那肠屁下力这句话是最接近生者有良的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干姜在这方面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断在这个地方就是勉强勉强了 就是其实是我们不太确定到底应该断在哪里 但是至少这个什么温中止血这些的确是干姜的事情不是生姜的事情 那么姜这个药啊 如果我们说生的话 这个同学认不认得这个字啊 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对不对 是不是 那姜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字嘛 所以其实姜呢 也就有带着这个墙的意思 那我们中国人说姜是什么菜啊 是浴湿之菜 这当身体里面有多余的水气的时候啊 姜可以生姜啊 可以把这个湿气逼散 所以呢 像我们从前 比如说请朋友 我妈妈的朋友一个阿姨 她就说她身体很寒 如果吃到那个炒的白菜 就会全身发冷 那可是如果炒菜的时候多放一点姜 它就不会冷了 就是在调味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 感受到姜的威力啊 它可以把一些湿寒之气逼开 那么 那这个浴湿之菜啊 就是把湿寒之气逼开的 其实是一个生姜 比较能够的一个功用 那么 干姜 就是把生姜晒干 对不对 那干姜跟生姜 它的那个最主轴的差别是什么呢 那干姜 在中药房开 因为我今天没有带标本来 很抱歉啊 就干姜是生姜晒干 切成片状 那干姜看起来就白白的 其实跟生姜很不一样 那个切面都很漂亮 像粉刷的墙壁一样白白的 一片一片的 那因为生姜晒成干姜 就是这么大生姜 晒干了会变小 对不对 所以其实干姜煮出来的汤寄 会比生姜感觉还要更辣 因为它浓度提高了嘛 可是 中国人呢 在使用中这个药的时候 会说呀 生姜是走而不走 干姜是守而不走 也就是生姜的药性呢 会从脾胃这个地方 往外面跑 然后去把一些湿气啊 寒气避开 可是呢 干姜就不会发挥这个效用 干姜就会在脾胃这边 然后让这个消化的 这个地方暖起来 所以干姜是提供一个温度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腹子如果不放姜就不会热 也就是腹子这味药 虽然能够在身体里面 行走得非常快 但是如果你要它提供你热量的话 你必须要放干姜 才能提供那个热量 让腹子带着走 如果你不放干姜的话 光是腹子其实 不一定会有热的感觉 因为在座有一些 助教还有同学 有在吃真五汤呢 他们都知道 真五汤吃下去 它是腹子跟生姜的 一个搭配的药 那就不会有热的感觉 真五汤 那但是里中汤吃了 就会有热的感觉了 里中汤有干姜嘛 那这个生姜 那生姜跟干姜 这两种药呢 在神龙门草精时代 大概就是这两种分法 可是到今天呢 我们在药局买的时候 多了一种药物可以选择 叫做泡姜 同学有听过这个药吗 有没有听过泡姜 泡姜啊 这是这味药 我觉得比较麻烦的一件事 因为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啊 也有几处用干姜的地方 张仲景写说要泡 可是呢 历代用金方的人呢 大概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张仲景的泡干姜 跟我们今天药局卖的泡姜 其实博有差别 怎么讲呢 就像张仲景时代的泡干姜 就是干姜再去烘烤一下 那烘烤之后会怎么样 干姜再经过烘烤 它的辣味会再分解掉一些 所以烘过的干姜就没有那么辣 也就没有那么热 而且会多一点苦味 就这样子 可是现在药局卖的泡姜哦 那真的是已经把一个姜 我不知道它怎么那么厉害 可以烤到完全没有辣味 就嚼起来像一个苦苦的棉花一样 就它松松的 然后黑黑的 可是一点那个姜的味道都没有了 就现在的泡姜已经做到这么厉害了 那今天的泡姜跟张仲景用的泡姜 其实就是已经不一样的东西了 所以如果将来同学看到张仲景的方子 里面要用泡姜的话 你宁愿呢买一点干姜 自己回家用锅子再炒焦一点 你不要直接买现在药局的泡姜 因为药性差很多了 那主要的差别是什么呢 张仲景啊 在用泡姜的时候啊 比如说有两个方子 一个是这个 有一个方子叫做干草干姜汤 就是干草跟干姜两味药 而那个药呢是干嘛的 它是治疗一个人的肺部很冷的 那我们中医都是 要处理到肺的话 我们就不要直接把这些热药 或者含药开到肺 因为肺是一个很娇嫩的脏 直接弄它肺会受无聊 所以就把这个暖药 干姜跟干草都放在肚子里面 那脾胃暖了之后 它这个暖气是不是就会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肺就会渐渐暖回来了 所以因为它要直接作用到肺 所以呢 就不需要它太热 所以就稍微再泡一下 让它的这个热性降低 这是张仲敬用泡姜 另外一个方子叫做干姜腹子汤 那也是只有干姜跟腹子两味药 那那个东西干姜腹子汤是治疗一个人 最表面的一层胃气不够的时候 要马上把那个腹子跟干姜降到一起 把那个气打到人体的最表面 那那个要补充胃气 是需要把阳气丢出来 可是那并不是要让身体热 所以它只要取干姜一部分的热力 而不要全部的热性 所以那个时候要把它泡黑 减低它的热性 但是还是 但是这只是一个降低它的药性的热的一个方式 可是现在的泡姜呢 就已经泡到 就是已经没有热性了 就是已经苦苦的了 那那种泡姜的话 比如说 现在人用泡姜是这样子 是用来止血 就是那颗药用来止血的时候 现在会放一些泡姜 就是说泡姜可以止血 可是这个呢 并不太是金方里面用干姜在止血的那个道理 并不是 用泡姜止血是因为中国人中医到后来有一句话说 红见黑则止 就是血这个东西遇到烧焦的东西就会很容易止 所以你烧焦的头发也可以 烧焦的薄叶也可以 烧焦的艾草也可以 烧焦的姜也可以 主要是那个烧焦的什么什么 那可能是因为张仲锦时代有用过干姜在止血的方子里面 所以我们就习惯性的用烧焦的姜 但是那个跟神龙本草经里面讲的那个干姜止血 是不一样的意义 因为烧黑的东西止血只是一个单纯的止血 可是呢 神龙本草经里面这个 至凶满可逆上气温中止血 这个干姜的药性 那是有另外一层意义的 那种干姜能够止的血 是属于寒性的出血 这个有些人未出血 或者是会下血 或者是会吐血 那有一种未出血或者吐血 是喜欢发作在冬天 同学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case 因为现代人吐血的已经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比较难遇到 可是呢 我就有听说过有一些那种体质比较寒的人 他就是冬天吐血 那吐血在张仲锦的筋溃要略 就是杂病的部分 他有一些吐血是分成热症 就是你阴虚 人太燥热 所以吐血流鼻血 那我们要用一些清热凉血的药 这都很能够理解 对不对 但是另外有一种吐血呢 确实啊 因为太寒了 那那个 比如说我们说肠胃道 比如说肠胃道旁边有一条血管 那这个血呢 就一直流出来 就是这样子会造成我们会吐血嘛 对不对 血都不停 那现在的研究就发现说 这个血之所以不会止啊 是因为这个人体质太寒了 前面的血液都有点塞住了 那这边已经塞住了 这个血就没有办法回到他该回去的地方 就一直横着流出来 这是那种体质寒的人冬天吐血不止的那个 体质是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要治这个病要用什么呢 就是李中汤或者是父子李中汤 就是里面有足够的干浆 要让你的整个皮胃都暖起来 这一块血塞会跑掉 然后这个血就可以回去了 然后这里才可以愈合 不然的话那个吐血不会停 就是干浆的止血 的的确确实 用它提供的温度 把那个血栓化掉 这样子 这血管才会恢复它原来的路径 这是干浆的确存在的一种止血的方式 那临床上其实是会用到的 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那所以 但是那泡浆的话 就不是这个作用 泡浆不是 那另外像是那个民国 清朝末年的这个火神 郑清安 他在他的当归补血汤里面会放泡浆 那那个根本就不是用那个浆的热性 他是说因为泡浆 他就是苦苦黑黑的 所以呢 所以 一个当归补血汤已经是甜的药 那如果你们再放一点苦的药 就变成什么 苦干能够生阴 所以就能够让那个药滋阴的效果 更明显一点 等于是用苦味药来帮忙滋阴 那是另外一个 用味道来说的 那个是我们比较现代人 就是后世所说的泡浆 那张仲景时代的肝浆 他说是胸满咳腻上气温中止血 那基本上 胸满咳腻上气温中止血 这五个功用 同学如果伤寒论慢慢读下去的话 一定都会看到 因为我们后代的感冒药 治咳嗽的咳嗽药 其实放肝浆的方子已经很少了 比如说我们什么止瘦散 或什么的 他不一定会放到肝浆 因为咳嗽药 我们现在人的 就比较十方派的开法 就是润肺啦 化痰啦 然后降气啦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在张仲景的咳嗽药里面 像小青龙汤啦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真五汤的咳嗽加减法啦 都会放到肝浆 其实小柴虎汤的也会放到肝浆 小柴虎汤咳嗽的时候 都会放肝浆 那那个是在做什么呢 就是因为 一个人在咳嗽的时候 往往他的肺里面 有太多的湿气 当这个人的肺是属于 很湿寒的状态 就是又湿又冷的时候 你必须在这边填补足够的干浆 提供那个热量 才能够让肺部把自己烘干 所以张仲景在治咳嗽的时候 是很会用干浆的 那所以将来一定会学到的 所以这个气会往上 从一把这个肺烤干了 它就不渴了 所以就可以让这个 冲上来的气瓶洗下来 那温中的话 那干浆最主要的功用 就是让你的中焦 脾胃这边暖起来 所以这个温中 是确确实实有的 那止血的这个道理 刚刚也跟同学讲了 那再来这个出汗 逐风湿壁 那要能够让一个人 出一身大汗 干浆其实也可以 所以 这下来到哪里